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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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荷福村鎮 吃個午餐 今天都沒有人 就選擇小牛村來吃 這個附件唯一有開竹間 用餐廳小小的 看起來還不錯 比較好吃的 牛肉肝拌麵 還有非牛肝拌麵 肉片麵 我也是肉片麵 你點綜合不會嗎? 牛肚、豆干、花生、牛腱 那你就是油啊 就是辣油而已啊 牛肉肝拌麵 牛肉醬麵 你加肉片麵 牛肉片米粉 肉片米粉 看起來不錯耶 肉片 然後附這 上面是什麼 高森塔 有森塔喔 不錯啊 在走開 這好吃 整看肉很特別 餐面是很厚實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這沒看過 這加米粉 我覺得你在像吃 羊肉米粉的感覺 它味道 要善的 當歸米粉 好吃 吃光光 不錯耶 這一些好吃耶 想不到隨便蒙 也蒙到一些好吃的 倒好啦 右手邊 這個就是吧 好 途公園 你好 你是不是你剛剛也是吧 對對對 好來這邊先請進 好 這邊辦一下資料齁 目前我們是最早入住的 今天應該住起來很空曠 好 晚上來阿鑫生一片吃晚餐 超便宜 我們生魚片 吃這樣一百塊 一百塊 超便宜的 魚乾阿拉 這什麼 兩半海菜 兩半海菜 牛肉米 他就覺得生魚片 比其他還好 好現在 蝦子 瓜子丸 牛條 牛仔 牛仔 牛仔很大咪耶 它的名產就是生天 對 就是糖醋魚片 然後還有 潮海瓜子 這是我們第一天的晚餐 開吃 他們魚卵都很飽滿 美乃滋很聰明 把它放旁邊 我自己跟他講的 我想說怎麼那麼貼心 要我們這麼不吃美乃滋的 這花枝丸不好吃 都是本 比台中港的差太多了 但這蚵仔還不錯 很鮮甜 沒有 因為魚片我覺得還好 生魚片很過癮 生魚片很大 很厚 那海菜蠻好吃的 這十樣菜是這一道 可以不行 花枝丸失敗 沒嚼勁 比肉厚 吃不到什麼花枝 魚片都不錯 好 這一次來貓鼻頭 莊園露營區 然後今天呢 應該是只有我們這樣包場 訂的地方是露營車的區域 那這個區域就這麼寬 然後還有備一個桌子 還有烤肉爐 專用的店員 裡面有110跟220 吸收材 水槽 材面很高 這組東西很方便 然後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露營車 專用的那個 污水 污水槽清洗的地方 直接排下去 然後在這邊做清洗 非常的貼心 很棒 這裡就是公公衛浴 我們是要找這裡 對對對 對對對 還有飲水機 然後還有那個 吸收材 壁虎 吹風機 然後在洗澡的時候 就足以讓你等 等候區 這邊都是女生的 蕭尔在這邊 他們也不錯耶 對啊 因為乾坤跟四坤 那個 沐浴乳跟洗髮 它是洗髮金接沐浴淋 然後旁邊是潤髮乳 放一盒的 可以放另外這邊 放那邊 沒錯 整個環境 其實很棒 坦白講 鐵開早上的豔陽不舒服 那邊就是海邊 貓鼻頭 然後這邊呢 就是他們的餐廳 還有酒吧 但是為什麼酒吧 不開門呢 這是喝調酒的地方 明天早餐這邊有開嗎 哈哈 早餐是八點到十點 然後午餐是十一點半到兩點 然後晚餐呢 是五點半到七點 然後下午茶時間是兩點到五點 吃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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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zzles 這裡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簡單的佈置 因為也沒有要煮 好熱喔 所以吃他們的餐廳或是外食 然後在這邊享受那種 熱帶海洋度假 來那個黑潮式的餐景看看 今天就我們一個人 不知道有沒有營業 這邊就是用餐的餐廳 我們今天午餐選擇在這邊用餐 市場都有看到外面的景 不錯 好有度假的感覺 貓皮頭露營專員的菜單 我覺得它菜單很簡單 然後很乾淨很清楚 大利麵Pizza 然後有中式的麵點 兒童餐 還有雙人綜合拼盤 酵茶 酵茶 剉冰麵 讓他吃一個剉冰麵看看 這邊就是他們黑潮式的酒吧 來這邊喝調酒 Pizza送的可樂 就是升級套餐附的沙拉 沙拉是加油醋醬 嗯 好吃 沒有怪味 嗯 套餐附的麵包 然後油醋醬 然後這個盤子是仙人掌造型 好我們的雞柳調來啦 是加點的 好 這是額外單點的雞柳 好 加魚薯條 那三醬看起來蠻特別的 謝謝 我的蝦醬拌麵 哇這麼大的一個 烤披薩的盤子 蠻特別的 感覺分量普大 番茄牛肉配馬鈴薯 但世界沒有馬鈴薯換成薯條 蝦醬拌麵 好吃 蝦醬鋼杯的味道 魚薯 有點像是葡萄魚薯 這沾醬蠻好吃的 沙沙醬 沙沙醬 好 Pizza如何 你有沒有很脆 你沒有一點 硬硬就不知道什麼東西 對Pizza還好 很感激態 對看起來蠻厲害的 剛剛吃什麼 麵皮不ok 麵皮很貝亞 Pizza 現在知道你做Pizza不好吃的品牌 它的配料好吃 它的麵皮不行 它的麵皮就像那個 餅乾拌太軟 沒有咬筋 不會Q彈 你的牛肉怎麼樣 好不好吃 這牛肉好嫩喔 你還沒吃雞牛條 這不錯 它炸物好像都不錯 這也是我們的 國內、國外畢業旅行 很漂亮的雙園 很有外國度假的 這種呢就是自搭帳的營味 一個人工草皮 然後有一個電箱 它裡面呢 還有分離式冷氣 然後應該是整個客廳這樣把它造起來 然後那個白葉把它打開 冷氣就會吹出來 整體環境真的不錯 國外度假風 但是至少不熱 這邊應該是麵海的Villa區 這邊這個中庭 就是獨立的那個堂椅 半活動蠻適合的 躺在這邊 喝酒聊天 當然是晚上 白天會熱死 這個Villa區 豬手材 桌椅 頭肉的 馬上還有一個堂椅 戶庫區 客廳區 它應該可以搭搭一個帳篷 帳篷還有遮音的 不錯勒 這個很棒 有屋子的帳篷區 還有分離式冷氣 吹飾屋 這邊桌子椅子 飲水機 垃圾桶 然後提供吹飾區讓你自己在這邊組 有冰箱有冰塊有洗碗機 哇 它每個區域呢 基本上都有 有衛浴設備 然後 還有吹飾屋 可以讓你家借用 一個區域前面呢 有個門牌 這個石頭座的那個柱子 感覺就像一個度假莊園的一個設計風格 這邊就是A區 A區搭葬區 提供桌子 洗手槽 電箱 然後 炎熱的天氣就是來吃冰 來那個黑潮市集吃冰 這是我叫的雪花冰 看著像沙漠 黑糖口味的 餅乾 這是它的配料 中間是冰淇淋 剛剛試了一口還蠻好吃的 趕快消暑一下 本來不想來墾丁大街的 但是覺得 沒出來感受一下這種氣氛就不像庫駕了 還是出來逛逛吧 因為禮拜五人潮不多還蠻好逛的 好晚上來那個莊園這邊的黑草酒吧 喝調酒 專業的調酒師幫我們調酒 這個氛圍太享受了 這邊要先預約 那今天有預約但是還沒到 因為我們是住宿所以我們先來這邊喝 來 莊園特調 包場酒吧的時光 有沒有 包場的 哇 來了來了 謝謝 漂亮 那這氣氛如何 氣氛很好 超棒的 酒也很好喝 而且我發現它比肯定大街上的那些調酒好喝 調酒師厲害 覺得真的好喝 好嗎 沒有怪味道 嗯 對 調酒那怕喝到什麼你知道嗎 藥水味 對 雖然名字寫的一樣 但是喝起來味道不太一樣 所以調酒師的功力很重要 重點是這邊呢 這個氛圍 坐在這邊享受 比站在街上 怎麼樣你的氛圍也拉好了 對 用杯子然後享受這個氛圍 對不對 超棒的 推薦一定要來這邊喝酒 來 這是我的第二杯 國家飯店 好好喝 好 這是我們的第二杯 好喝的調酒 大總統 大總統 我的這國家飯店 這調酒師厲害 好喝 有水準 今天晚上我們是VIP 又包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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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真的好喝 他現在有調酒 真的那麼貴的 而且很多年 貴是騎士 就是不好喝 就味道 太多不是酒的東西了 對 對 喝起來好像有藥水的味道 很多可能就是加很多果汁啊 汽水啊 胺酸類的 所以 其實他們用到的酒 可能真的很少 哦 所以這邊 這邊是要預約嗎 這邊如果是外客來要預約 那你們宿客不用預約 先詢問一下 有需要的話就對了 所以說 我平常也是 蠻常在放假的 真舒服 像國外度假的風 看這氣氛超棒的 一定要來這邊 可以 可以 i see here i should celebrate think i could change my mind maybe elevate living life every day